你做的事 你就自己受着吧 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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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 好 竹儿 安太药好了 您趁热喝了吧 一股子怪味 闻着就犯恶心 这安太药虽难闻 但是能保佑主 安安稳稳担下龙子呀 你胡说什么呀 龙子还是丫头 谁知道呀 主福则生后 伤天必然会辞下龙子 哪怕是个公主 先开花后结果 也会带来个小阿哥的 你说的也是 来日方长 只要能生 还怕没有皇子吗 就是啊 只是过两天 额娘就要进宫了 怕又要续道 让本宫这一胎呀 一定得是个皇子 对了 额娘啊 喜欢奢花阔气 这个偏殿 你仔细打理着 是 奴婢知道了 主儿 奴婢还有一事禀告 说吧 听赵九霄说 林云彻最近从万宫外跑 不知是领了什么差事 仿佛 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没有视财 你们都将冒陪 合作 太前生了 傻良子 的犯人 应用警 太大 我才不敢乱动 我额娘就是个姥姥 哪来那么多钱啊 而且她这几年 陆陆续续地拿钱回来 你知不知道这些银票 到底是谁给的 我额娘最后一次 回来的时候好像说过 说她帮于飞娘娘办事 还说不知道 还能陪我多久了 于飞娘娘 你确定没有记错吗 我一定不会记错 当时额娘回来的时候 心慌得很 大哥 我额娘 是被于飞害死的吗 我拿一张银票 去银号查一下 谢谢大哥 没想到啊 他们还真找到了 田姥姥的儿子 幸好咱们早早叮嘱了田姥姥 哪怕是自己儿子田骏问起来 也只说是于飞娘娘干的 于飞的侄子扎琪与于飞不合 就连给他们的银票 都是扎琪存进银号里的 所以皇后查下去 才更有好戏看 去告诉额娘该看扎琪的了 是 是 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静一步说话 查得如何 微臣自得皇后娘娘嘱托 不敢怠慢 拼尽全力去查田氏之事 一直查到田姥姥儿子手里 有比为数不小的银票 都是一个叫 克里耶特扎琪的男人 给田姥姥的 而这个扎琪 是于飞娘娘的侄子 你是不是查错了 海澜不会啊 田姥姥的儿子田骏 之前对微臣说 田姥姥曾向她提起 是于飞让田姥姥 对十三阿哥下手的 微臣知道 此事事关重大 所以前来与皇后娘娘商议 海澜做这事 于他有什么好处 于飞和娘娘一直交好 娘娘又那么疼五阿哥 于飞和娘娘的情分 可比旁人深得很啊 于飞不可能的 皇后娘娘 微臣也去打探过 找了些熟悉扎琪的人 他们都说 曾经听扎琪扬言 说只要皇后娘娘的嫡子在 这五阿哥 便难有策利太子之日 如果扎琪说的话是真的 那于飞娘娘要害你 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主儿 十三阿哥轰了之后 您抄了那么多经文诵读 想来也可安慰十三阿哥亡灵了 能寄一份福就是一份福 这是眼下我唯一能替姐姐做的事了 你们不知的事 以为有用 solicוז 太子 非留待一早 你确定 clothing 都不值得担心 ? 这是怎么回事 于妃娘娘 奉皇上旨意 有话要问您 有话就问 何必这么大阵仗 再说 后宫的事 奋属中宫管辖 皇后娘娘知道了吗 奴才要问的 就是皇后娘娘的事 问 那奴才就斗党了 于妃娘娘 皇后娘娘的十三阿哥 一出生就为人所害 是不是您指使的 你说什么 于妃娘娘 您别急呀 奴在这不才问您吗 您怎么就急了呢 本宫有什么好急的 于妃娘娘可知道 田姥姥唯一的儿子 田骏 死了 凶手就是您的侄子 扎琪 皇后娘娘 奴婢方才经过延禧宫 谁知听说 于妃娘娘被皇上派人 带去盛行司查问 说事和十三阿哥的是有关哪 皇上查问海澜 皇上怎么会 微臣彻查期间 一直是谨慎小心 没有跟皇上提起过半个词 此事太过蹊跷 三宝 去打听一下 喳 输 说 说 快说 快说 说 还嘴硬 快说 水啊 国国 你可来了 快救我 好 他们已经对我用心好几天了 我实在没办法再把你给供出来 就是你支持的 你赶紧认了吧 跟我没关系 你也再不认我就能死在这儿了 姑姑 我可是你唯一的侄子呀 你真无耻 姑姑 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呀 是你让我去帮你杀了天女的 你怎么能这么害我呀 就是她 就是她指使天老害死是哪个 于飞娘娘 您看您侄子都这样 您还是招人了吧 大不了 你们就对本宫用刑吧 反正本宫什么事也没做 姑姑 那奴才 只好先把您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娘娘请吧 接着打 姑姑 我没有你这样的侄子 你做的事 你就自己受着吧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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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姑姑 姑姑 开门 你带本宫来这里做什么 这是直接把本宫当罪奴了 其实人证物证都在 未必就少您一去招人 既然迟早是接下酒 您先助习惯了也好 您说呢 本宫既慎行司 就是为了要洗清冤屈 没什么好招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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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